北市聯邑陽明院區 才爆發發明醫護確診事件 急診室緊急關閉一週 還沒到一個月 又傳出有護理師確診 北市聯邑陽明院區 又傳一名護理師確診 根據了解 他要照顧的病人就超過了十位 那也推測是在照顧的過程當中 不剩備展疫 染疫的護理師 三月三十號接種第一劑AZ疫苗 五月下旬 投入專責病房 照顧確診和疑似個案 六月一號再接種第二劑AZ 期間也依院方規定 每週接受PCR採檢 七號十四號檢驗都為陰性 沒想到卻在二十二號被篩出陽性 陽明院區隨即匡列 相關人員採檢 共計十八人 結果均為陰性 在事件發生後 本院區立即給予同仁關懷 及最妥適的安置 北市聯邑回應 這名護理師篩出陽性後 就立即匡列相關人員 共十八人採檢 結果都是陰性 疫苗的保護力 其實並不是如大家所期望的 完全不會染疫 這原因是因為中央抗體的量 的一個產生 會跟被注射者 他的一個免疫環境 比如說他的一個相關的免疫系統 是否能夠在抗原下 產生足夠的抗體 護理師六月一號接種第二劑 AZ疫苗 二十二號才確診 趙里桌已有完整保護力 但卻還染疫 醫師也推測 恐怕是因為疫苗保護力不夠 以AZ來說完成兩劑的保護力 可達八成 卻還是有兩成風險 但打完疫苗 要如何防止染疫 恐怕還是防疫措施 要做到極大化 三位新聞週關於蔡英琪 台北採訪到